说那么我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说实话是有点懵的 我还以为是个什么夜游 但看了下没错是官号发的 光子居然用这种话说 给我的感觉就是 这暑假要上这地铁 在他们心里的重要程度 堪称发行一个新游 因为地铁无论是PVP还是PVE 就不管你是何人打还是何怪打 它的可玩性都是很高的 而且还有一点 我觉得地铁玩起来 比你整天冲进一赛真的要轻松很多 但刺激感却一点没拉下 毕竟不管是抢别人的 还是被别人抢的过程都很上头 所以你可以充分和地铁换着玩 充分难受了就去地铁 直接搞一手一小博大 看能不能偷一手 偷不到凡字也没带啥东西 不亏 偷到就血乱 然后我听说这次和平上线的地铁 是没有排行榜的 兄弟们都知道有排行榜 可能意味着被某些俱乐部给Bug了 那样的话实际上整个游戏环境 我觉得真不一定能说好 但这也是我听说的 具体有没有排行榜 目前还不确定 反正我是挺期待 这是地铁上线的 很多兄弟说 这宣传动画看着有点幼稚 那是因为宣传动画嘛 你们懂的 官方这些拍摄的 当然没我们玩而好 他就展示一下 实际上哪像他这么猜 越来越期待地铁上线 兄弟们 这真的是和平今五年来 最重要的一个新版本